回来了都回来了 邪恶小莫初代老睿 祖先剧情不仅回归 还两条主线同时推进 直接把其中一条主线给推到底了 先看看邪恶小莫的故事 在某平行宇宙当中 有个小莫觉醒了 他受过了整日酗酒荒唐毒蛇的老爷 给自己做了个外挂眼罩 成功控制老睿 让他成为了自己的跟班 并去小莫档案馆销毁了自己的档案 后来的事情前面已经看过 他带着自己的傀儡老爷 四处抓小莫当盾牌 傀儡老睿求死而不得 最终被主角小莫放出来的小莫们给干掉 邪恶小莫后来竞选瑞城总统 献计掉整个瑞城 打破中央有限曲线 来到了真无限平行宇宙 这边的环境相比之下 混乱的多 各式各样的传说门里 走出形形色色的角色 沧海横流放现英雄本色 邪恶小莫基本能从容应对 搭搭怪物捡个装备 回去调整投影仪 换个壁纸 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 本想着就这样独善其身 不管外面纷纷扰扰 但树玉境分不止 某些人的活动显然扰乱了 他的小韵安宁 有这能耐的不是别人 这是我们的主角老睿 他启动了某种设备 在中央曲线内搜寻初代老睿 从各种维度抓出了 大量初代老睿设置的诱饵 这些诱饵 嘲讽主角老睿的手法简单粗暴 智慧含量还不够高 邪恶小莫此刻刚好赶到 说你无聊的复仇 干扰到我的生活了 主角小莫旁观一紧 老爷你顶住我去拿网兜 邪恶小莫一眼就看懂老睿在做什么 直说了这大海捞针的效率有多低 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 老睿说要你多嘴 我正想这么做呢 小莫跑回来说 我没找到网兜 老爷你开枪打他吧 老睿说他肯定开着防护罩 没用的 邪恶小莫跟看八岁小孩似的 他知道主角老睿不复仇 自己就不得安宁 所以留下来帮他了却心愿吧 经过改进的装备 这次只抓到一个初代老睿 老爷说非常有可能是本尊 但也有可能是个陷阱 邪恶小莫直接点破 说你就是担心是真的 显得我的功劳很大 影响你复仇的独立自主心呗 被戳穿的老睿有点恼羞成怒 主角小莫则直接按下了清理开关 想不到还真是个陷阱 一团黑泥掐灭他们的传送门 把爷孙三人打爆带走 这间密室关了不少老睿 是属于复仇者联盟里 比较接近初代老睿的追杀者 错过了玩家就自动开启禁忌模式 初代老睿在视频中揭露了一个真相 他有一种武器可以同时攻击所有次元 所有平静宇宙中的戴安姥姥都被抹除了 他让在场的老睿互相淘汰 最后活下来的能找回自己的戴安 主角老睿想劝大家不要信的 可大多老睿唯一信任的是自己的实力 只要有人开个头 暴力就会自我加强 最后胜出的老睿看起来很强 但根本不够这杰酸梁打的 初代老睿对线承诺把戴安姥姥还回来了 主角老睿的内心则相当平静 虽然带着一丝遗憾 但还是果断的销毁这虚假的幻想 经济场眼看就要自毁 传送枪双双被禁 老睿利用陷阱年夜修复了传送枪 三人成功回到自己的地下室 现在有了这份年夜 老爷终于能准确定位到初代老睿 攻守之势瞬间反转 他撇下两个孙子要独自前去复仇 兴奋子情异于言表 邪恶小默打算跟过去 他在意的是那个可以将所有维度的人消除的武器 主角小默还没考虑好 但邪恶小默提醒他 老爷复仇之后可能会很空虚 说不定会自杀哦 小默又纠结了一下下 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走 进贡门不等闲人啊 好在小默是懂小默的 他杀了个回马墙把小默接走 这两人组合挺经典的 一个不高兴一个没头脑 老爷那边开始飞船只从初代老睿大本营 没想到邪恶小默后脚就到 老爷问他怎么还给小默带过来 初代老睿终于现身 他首先肯定了老睿的实力 说他们是唯一两个真正发明传送门的老睿 这方面初代老睿更早 所以官方给了他一个初代的称号 实力自然也是顶级的 一边应付主角老睿跟邪恶小默 一边启动他的超级武器 这武器升级后可以多次使用 所以他打算把老睿身边的人 挨个从所有次元中清除掉 直到老睿放弃抵抗 最先遭殃的是曼莫比乌斯 老睿称之为曼叔叔 他放慢时间托缓了死亡进程 但并不能改变结果 连初代老睿自己都对这件事略感上心 所有次元的曼叔叔都消失了 愤怒的老睿跟初代反命 初代老睿一边应战 一边召唤出大量机器人牵制 邪恶小默的眼罩已经具备毒心功能 能预判短暂的未来 看比剑纹色霸气 但初代老睿身上有个无法读取的怪物 邪恶小默被短暂压制 打斗过程非常精彩 建议去看原片 最终战果是 邪恶小默解决掉所有机器人 主角老睿和初代老睿同归于尽 但问题是 初代老睿的肉身全部能复原 最后剩下主角小默来面对人生惨淡 而他正是初代老睿的原配孙子 这多少让初代有点大意了 妙啊 眼前这位孙子已被调包 他是邪恶小默 邪恶小默拖走初代老睿 首先把他的所有辈分全部销毁 断绝所有转身可能 初代看着邪恶小默 想拉拢他当自己的跟班 就像蝙蝠侠和罗宾 邪恶小默哭到没朋友 说我不需要罗宾 然后就把他身上有用的信息 打包下载 包括那个打击所有次元的武器 再做一份初代复原身体的东西 注入到主角老睿身体里 接下来你自由发挥吧 主角老睿没用任何武器 硬是拳拳到肉 一点一点扎死初代老睿 就物理意义上的亲手报仇 邪恶小默毁掉了 这种威胁所有次元的武器 而老睿那边也大仇得报 邪恶小默表示 他虽然掌握了那技术 但不会轻易使用 他才不想被一堆复仇的沙沙 或其他人追杀 老奕斯科已经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长久以来的人生目标终于达成 这个目标几乎耗尽了他的一生 此生无憾的另一个说法就是 生无可恋 初代老睿直接领盒饭 理论上说他是最强的 但最强并不意味着不败 这是他注定的结局 因为他得罪了无限平行宇宙里的老睿 如果你真的理解无限 这两个字的数学语 那就明白必然会出现一个成功的复仇者 样本足够多就必然会发生 在无限的样本面前 概率就是命 你再强也不要跟命争 邪恶小默对无限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掌握了攻击所有维度的武器 但并不打算用它 因为无限意味着任何有可能的结果都必然会发生 既然有很强的邪恶小默出现 那就必然会出现另一个超强杀杀 或者最强的慢省省 偏尾彩战就是慢省省 踏上了注定没有结果的复仇之旅 好在这个次元的他遇见了新的伴侣 从而放弃复仇 不忘救人 但余生为自己而活 这可能也是在暗示咱们主角老睿的出路 复仇总归是围绕别人而活 这大半生的追逐结束了 接下来也请为自己好好活着 另外有人问老爷复仇后为何怅然若失 这个问题其实屏幕前的各位同好们就在经历 整天盼望着主线剧情 结果主线剧情不推则已 一推就推到底 还把邪恶小默这条线一起给推了 目前看来邪恶小默被写得很白 魅力值再创新高 简直是大家理想中的世外高人 也不好再给人拉下来当反派吧 所以接下来故事还怎么讲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同好们不禁陷入深深的焦虑 眼神空洞的恰如此时此刻的老爷 他们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 追逐目标的时候很亢奋 接近目标的时候最快乐 真正达成后反而怅然若失 所以编剧可能也是在间接喊话各位同好 不要总催着主线故事 如果主线进展飞快 那不就要剧中了吗 你既然很喜欢这个剧 为何催它早早结束 想要地久天长的陪伴秘诀是什么 不是盯着无尽的远方 而是去享受眼下每一小步 所以还是好好享受当下每一个小故事吧 花未全开月半圆 终归小满圣外全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我只要哇塞 但一定要没来 我下车猪